好 另外這一位同樣也是MVP出身 我們又怎麼可以忘記他呢 台灣Captain 我們這一次的 台灣隊隊長林志杰 尤其說到林志杰 他在比賽結束之前30秒 這一季三分球 再搭配這個野獸式的怒吼 真的是讓全場嗨到爆了 不過其實林志杰之前 他在台皮的時候 就曾經帶領台皮拿下兩次冠軍 他自己也拿下過兩屆的MVP 而這次在亞錦賽的時候 雖然對戰日本的時候傷了腳踝 不過你看到昨天 他說他完全已經忘記 他腳踝在疼痛了 昨天17分 七助攻 這個拚命三郎的表現 也讓台灣的球迷現在瘋他是 台灣的雷神索爾 終場30秒 林志杰仰投奮力一投 投進這顆三分球 外號野獸的他 眼不住興奮大吼 這一吼讓國內球迷情緒 去嗨到最高點 林志杰的中距離出手有了 林志杰這場對上大陸隊 全場攻下17分 氣助攻 表現亮眼 但其實之前對上日本隊 也因為太拚命 扭傷又腳踝 林志杰 第四季還沒有得分的野獸 切到進區裡面 運用他的步伐 M1 關鍵三分 關鍵三分 雖然確保對日本的勝利在手 但這場比賽 卻也讓他在征戰卡達時 小小走樣 全場一分未得 但對上大陸隊 再度上演大復活 爆發力就是林志杰的特色 林志杰 阿美竹戰士 巨力萬軍 我們看到整個籃獎 把籃球架灌灘 在FBL效力的林志杰 一貫成名 拚命的表現 幫助當時球隊連拿兩件 總冠軍 自己也連拿兩次總冠軍MVP 2009年開始轉戰大陸 浙江廣下猛師隊打球 依舊是球場亮點 林志杰 又是一個三分 真是不關鍵 隊長又人高碼大 楊仗隊友 林志杰還是當上球隊隊長 這回帶上上陣 對上大陸男籃的林志杰 照理來說 打球慣性 應該會被大陸隊摸透透 但林志杰 依舊展現驚人爆發力 優異表現 被中國媒體稱為 亞洲最佳雙能位 也被球迷封為 台灣雷神所惡 無戰打完 平均還是繳出14.6分 5.2個籃板 5.6個助攻 接下來四強戰 就看野獸隊長 怎麼帶著中華隊 一起繼續為台灣拼出 史上夾擊 東森新聞 蔡月齡 莊勝利 鍾家豪 這台北報導